先前我做了兩集介紹市區道路的影片 一集是台中 一集是台北 兩集的反應都還不錯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認識高雄的路啦 高雄和內陸的台北台中不同 是一座以港口為主的城市 因此在都市規劃上也有著完全不同的特點 今天我們就來認識四個 和高雄道路有關的小故事吧 高雄市的市區設計和台北市很像 都是採棋盤狀街區的規劃 不過在南側的前陣區 我們會發現由三多路、凱旋路、中山路 包圍的這個扇形區域並不是採棋盤狀規劃 而是由數條放射狀道路 和數條四分之一圓的外環道路所構成 許多北側原先是南北巷的幹道 一到前陣區就會完成東七巷 究竟是為什麼這一區的道路會設計的這麼奇怪呢? 這就要從日治時期的市區改正計畫開始說起 高雄第一次的市區改正計畫是在1908年提出 因為當時高雄的主要發展地區圍繞在原達沟港的周圍 所以計畫範圍只限於約1702公頃大的土地 以現代來看的話大約包含了 延城區、古山區南側和齊津區北側 在計畫途中我們可以看到大約乘45度角走向的棋盤狀街區 並且有平行的鐵路從市區中間切過 在1920年代高雄市區的發展迅速 人口快速成長 再加上高雄州社州、高雄街升格高雄市 日本政府陸續頒布了幾次新版的市區計畫 使高雄市區的範圍逐漸往東延伸 接著在1936年總督府公告了台灣都市計畫令 引進了新型態的都市分區 接著高雄州也在同年擬定了高雄都市計畫 在計畫途中高雄市區的北側以愛河為界 並規劃成棋盤狀道路 南側則以高雄領港線為界 而因為領港線在此處是以一個1.4圓的形狀包圍住市區 所以道路的設計也順勢和領港線平行 規劃成一個放射狀道路加環道的特殊區域 這也就是為什麼今天高雄的路移到這裡就會轉彎 不過在高雄都市計畫開始實行後不久 太平洋戰爭的開打讓日本無暇繼續推動市區建設 因此這個計畫就成為了一個停滯不前的半成品 在美軍於1945年拍攝的航照圖中 我們可以看到東南側幾乎都還是大片的田地 一直到戰後國民政府來台之後 重新延誘了日治時期規劃的計畫圖 南側的道路、街區才慢慢被完成 順帶一提 雖然當初高雄市區的規劃是以愛河和領港線為邊界 但隨時戰後人口的持續成長 這個邊界早已包不住快速擴張的都市 現今的高雄市已經發展成一個 南北長達20公里的長條狀都會 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在一個東西上看到 數十年前規劃的舊邊界 那就是由領港線變成的環狀輕軌 說到高雄 你知道有怎麼分辨高雄人嗎? 只要問他們這個問題就好了 欸你知道什麼是1234567890嗎? 蛤?什麼啊?不就數字嗎? 欸你知道什麼是1234567890嗎? 簡單啊不就是一星二勝三多 四為五伏六和七千八德九如十全嗎? 欸你知道什麼是1234567890嗎? 關於數字呢 我們以後會專門做一期為大家講解的 這應該算是關於高雄最有名的一個都市傳說了 為什麼高雄人一聽到1234567890 就知道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在高雄市區就存在著10條以數字來命名的道路 這10條路由南到北分別就是 一星路、二勝路、三多路、四圍路、五福路、六和路、七賢路、八德路、九如路和十全路 雖然大部分的高雄人現在可能不只啊 雖然大部分的台灣人應該都知道這10條路的存在 但你們知道他們分別代表著什麼意思嗎? 高雄的路名主要來源於1945年頒布的台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 當時前台的國民政府為了破除日本殖民色彩 命令各縣市政府將紀念日本人物 宣揚日本國威以及明顯是日文名稱的路名全部改掉 新的路名則必須以發揚中華民族精神 宣傳三民主義、紀念重要人物或是符合當地地名習慣為原則 高雄市政府在得到命令之後 就把這項重責大任交給了高雄市政府民政局 不過若僅僅是和其他縣市一樣 拿一些古文遜事來命名豈不是太無聊了嗎? 所以當時年僅20幾歲的小科員林金之 就想出了一個非常有創意的命名法 他先列出了數字1到10 接著在古書中找尋含有這些數字的典故 最終將這些典故濃縮成了兩個字的路名 一星出至於書經中的與有成三千為一星 有萬眾一星的意思 二聖指的是文武二聖 也就是孔子和關公兩位聖人 三多來源於莊子中的始聖人父、始聖人壽、始聖人多男子 取多財、多壽、多子之意 四維指的就是禮義廉恥 五福則取至於書經中的五福 一約壽、二約父 三約康寧、四約憂好德、五約考忠命 六合指的是天、地、東、西、南、北 六個方位 範指全宇宙 七賢指的是竹林七賢 八德就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九如出至於詩經中的天保定爾 以莫不新 如山如腹、如鋼如靈、如川之方志 以莫不增 如月之恆、如日之生、如南山之壽 不簽不崩、如松伯之帽、吳不爾或成 詩中連用了九個儒字 有祝賀福壽延綿不絕的意思 十全則出自於周禮中的十全為上 十十一次之 有十全十美的意思 林金芝在這樣的基礎下取了路名 不但反映出數字的邏輯 又含有很深的文學意涵 既特別又文雅 於是很快就被高層所採用 運用在了高雄市區十條重要的東西項道路 並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當城市因為發展而向外擴張時 室內的重要幹道也會隨之往外僻見 不過若是一條道路長度延伸得太長 沿線的家戶就會變得非常多 在門牌編號上也會變得非常不便 例如在2013年時整合的台中市中青路 整編後的門牌數量多達15000個 如果從頭到尾按照流水號去編排 在道路後段就會出現1萬多號的門牌 為了避免這個狀況 台灣多數縣市都會將太長的道路分段 一到新的路段門牌就會再從1號開始編 在2010年高雄縣市合併前 高雄縣的許多條道路和其他縣市一樣 會分成1段2段等等 但原高雄市的道路就完全沒有幾段幾段的設計 取而代之的是在路名中直接加上數字 變成XX幾路 例如中山路太長了 因此從北側高雄車站到五福路之間的路段 就稱為中山一路 從五福路到復興路之間的路段 就稱為中山二路 以此類推 雖然和其他縣市的系統不一樣 但同樣達到了分段的效果 而全高雄市分最多段的道路是中華路 一共分成5段 在高雄市區鐵路地下化完工以前 鐵路兩側的幹道主要依靠高架橋或地下道連接 比較小條的道路甚至會有平交道 讓兩側的交通得以流通 在高雄車站的南北兩側也存在著兩條幹道 分別是南側的中山路以及北側的博愛路 兩條道路中間則用一條中博高架橋相連 所以這鐵路在2018年時完成地下化 這些原本用來跨越鐵路的設施也功成身退 一一面臨拆除的命運 中博高架橋當然也不例外 不過在其他道路逐漸打通之際 中博高架橋卻...嗯...面臨了一個問題 因為中山路和博愛路之間擋著一座高雄車站 所以想要直接打通是沒辦法的 那怎麼辦呢? 於是市府便在車站的東西兩側規劃了 站溪路和站東路 藉由這兩條道路來連接中山路和博愛路 中博高架橋於2021年2月27日開始拆除 接著作為替代道路的站溪路率先在3月8日通車 南北兩個方向皆可通行 不過因為站溪路的設計是一條環抱式的弧心道路 和中山路、博愛路間的連接處為S型 為了防止有民眾不會走或走錯 站溪路南北兩側的地面被塗上了紅色和藍色 分別指引南向和北向的車流成為今天高雄的一個特殊景色 在高架橋於4月3日拆除完畢之後 站溪路的開闢工程也即將開始動作 預計於明年9月完工 通車後兩條路將會回歸最初的單行道設計 有如圓環一般的環抱高雄車站 而在站溪站東兩條道路通車之後 高雄車站附近的工程也只剩下主體車站建築尚未完工 目前預定於2023年全面啟用 到時候新高雄車站將成為一座結合綠狼的建築群 並同時具有轉運、辦公、休閒等功能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也不然在留言區分享你的想法給大家知道喔 那麼我們下次見吧 掰掰 1.2.3 1.3 1.3 2.3 1.3